早点 八两没了 俺要去找八两 俺能不会有删斩 俺们回去删了删 走 走 走 怎么了 魏蓝山死了 怎么死的 太监 实在对不起 他要拿刀铜来 俺只能开枪了 这魏蓝山一死 他手下的那些伙计 会不会造反 除了小才子他们几个 别人不敢 他们都胆小了 俺那一跺脚 他们都害怕 魏蓝山死了 你现在就是魏和星的 头一把交易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宁海州就没有魏和星了 只有孙和星 队长 俺们下面怎么办 就是 再等等 来 你们还真能沉得住气 都什么时候了 老干妈没回来 沙海被日本人抓了 你们就这么坐着呀 得想想办法啊 俺们侦察的人还没回来 大家先不要着急 怎么个对策 俺们要好好想想 俺跟你说 秦队长 俺们东家是真有金矿图纸 而且就在他手里 你们不是想找金矿吗 那你把俺们东家救了 你们就能找到金矿了 你说什么呢 你以为俺们跟你们一样 见钱眼开啊 秦队长 俺跟沙海已经兄妹相认了 在俺心里边 你确实拿山海大眼亲哥哥 所以俺恳切地请求你 救救俺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 金矿在哪里 知道什么是雷神爷爷吗 你后边的雷神爷爷 是天上专门负责用闪电批鬼的 你要想让俺带你去找金矿 你就得给他磕头 给他磕舒服了 他就给俺带货 俺再带你去找金矿 上海 金矿到底在哪里 你要不想给他磕也行 你给俺磕 俺是人间的雷神 也是批鬼的 你给俺磕舒服了 俺就带你狗日的去 给爷爷一枪 拿刀捅爷 爷爷就在这雷神庙投胎转世 来啊 来 上海 上海 你没有诚意 你们中国人都没有诚意 你想死是吧 没那么容易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走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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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没有诚信 也就别怪我无情了 带上来 你们兄弟来好好聊聊 我给你丢脸了 你他娘子 王梁 冬家 冬家是真不知道丁广泽的 我以后是无法想起来 我也想起来 我们去找到你 我应该要留下来 他就不依了 你 我墨是医殖的 他也就不依了 他不依了 我 你 我还能看你 你已经自足了 这贾口律生 俺是真不知道 俺真不知道你放了他 你放了他 俺求你 上海 快告诉我图纸在哪里 不然的话 我让你亲眼看看 你这个兄弟这堆肉 是怎么被割下来的 俺真不知道你放了他 你放了他 俺求你了 快说 快说 别哭了 队长 队长出事了 什么情况 八两被日总抓了 人是押回县城了 只是还有更惨的 上海的干妈 被日本人在卫兰山的大院 活活地刺死了 那老当家的呢 日本人让孙二狗在卫和星座主 还要把卫兰山抓进鲜兵队 这个卫兰山气不过 孙二狗 兄弟们走 你要干什么 站住 骑子修您让开 让开 让开 放下枪 别动 放下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财子兄弟 就你们几个人去 那不是送死吗 老当家的仇 要报 上海干妈的仇 也得报 咱们找小鬼子要报的仇多了 耍狠 耍狠 悬死 谁都会 人家小鬼子布好了口袋 等着咱们去拼命 去吗 都拼光了 这个国家 就真辰小鬼子的了 那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 老当家的仇怎么办 一定要报 但咱们得救活人 救你大哥 上海 不宜有 你 我的经历 你一句话 我只能提起脑袋跟着 对 老当家的仇多了 你要帮我 也会 把卓子霓得很大 别拿俺当女流 上海交过俺打枪 真打起仗来 俺不比你们老爷们差 宋某人虽说是一介文官 又是连波老义 但宋某人 愿意和众兄弟们一起 抗战到底 才子兄弟 宁海州县城你熟 咱们得搞清楚 上海关在哪里 你们中国人还有什么 是犯人的绝招 太军 俺出了这么多招 还不管用啊 他还在往抗 咱们宁海州以前土匪做 抓着土匪就得用刑 这刑法不取 要不然就用铁刷子 就十八股钢丝 抓着土匪就得用刑 绑成一个刷子 把山海从上倒下梳洗一遍 梳洗完了 这皮肉就全都不嫁 看他说不说 那人还能活吗 我要的是活的 我要让他开口 要不然呢 咱就来点柔的 往他脚底板抹点鱼腥 让猫舔不就行了 八嘎 八嘎 山海 只要你把金矿图纸交给我 我就可以让你安乐地死去 让你去见你的兄弟 你心爱的人 你看 你为何的 我只能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守护路死 我只能把你交给他们 船长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城下的凉殿里 我们有个地道 山海每次出城都走这里 只要暗门把山海 从咸冰司令部救出来 就能通过这条地道出城 对 四二宝知道了 他不知道 我们挖的事没告诉他 这货太坏 我们都得防着他 这县兵司令部 是以前的县衙吗 对 以前有皇帝的时候 这里是县衙 后来就是国民县政府 进去过吗 进去过 鬼子没来之前 我们给这里修过房子 他们要是关山海的话 一定关在地牢里 地牢 可这个地牢怎么进去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地下 挖土方 嗯 现在只有这招 您看一说底下全是黄土 挖的洞 老人们说 县衙底下以前是个词谣 下边全是碎瓷器骗子 如果我们挖到碎瓷器骗子 就说没有挖到县衙底下了 地牢就在东南角 很容易找到 挖地道进地牢 把山海偷出来 再通过地道运出城外 对 可是挖土方的量很大 不是几个人就能挖洞的 挖出来土海的运走 不然就会露马脚 如果魏惠星的伙计齐心合力 这个事就办得到 才子 还得麻烦你回趟银海州 秦队长 你得跟我一块去 成 你暗中把魏惠星的伙计都拉来 如果大家一起干 一定能把山海救出来 李氏如这个臭小子 在魏家旷明明就是想借刀杀人 让日本人把咱们都杀了 别以为俺没 没看出来 俺现在不想跟他死破脸皮 就是不放他走 看他怎么办 爹 不是让你看 看这鱼是如的吗 放心 弟兄们都看着呢 就是那小山豹 他 他去海雄镇了 去海雄镇干什么 咱们大烟都断顿了 他忍了十几天说再不抽两口 就受不了了 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他这口烟啊 早晚要惹祸的 他这口烟啊 早晚要惹祸的 就 Š about Number 採论 聪姬 你跟得可够紧的了 不管我跟得紧 咱们整个山寨都都跟着呢 这又是何必呢 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你这样跟着我 让我感觉像是在防贼一样 没没没什么 说你是贼 我就想知道 你要去哪儿 于师叔 明说了吧 你 你跑跑不了 你有什么东西 拿出来咱们大伙分 分一分 这永 永远都不伤和气啊 反正我现在只剩一条命了 好 好 先生再来啊 别过了 我是今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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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海上海 上海快说 警方图示在哪里 快说 上海 上海 在哪里 在哪里 快说啊 在哪里 说 图示在哪 收入跟接药 快说 好 秦队长 你就在这儿休息吧 这个院子挺安全的 不会有人来 天亮以后 答案就会核心 好 大小姐 咱们去隔壁 来 我得回来 我没想到你 我会把你带来到你 我送给你 我带来到你 我带来到你 你带来到你 我带来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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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雷 俺听说你们现在都是 孙二狗手下的真机队了 俺这次回来是主动给你们送上门 让你们把雅送到日本人那儿 也去领几个厂钱 柴子哥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 自从老张家死了之后 孙二狗的横行霸道 我们都恨死他了 我们都恨死他了 都恨死他了 俺就问你们一句话 想不想给小鬼子当汉奸 不想就 不想 好 我这次回来是想救善喊 愿意干的 愿意干 不愿意的 也不勉强 自从老张家的被孙二狗 和鬼子逼死之后 我们都想为老张家的报仇 好 开工没有回头见 上了船就得往前开 我们发誓 我们都愿意跟着你干 我给你们引药一个人 秦队长 这位是 昆宇山八路军游击队的队长 秦子雄 都是爷们儿 咱们以后再也不用受日本人的欺负了 都不dag 登陆 都是你们小鬼子 一定要没有 这么大名 去 打开 不是 还已经去 推阿 每被 黑04 你得让伙计们 把孙二狗蒙住 这好办 孙二狗 一直得不到 伙计们的好脸 几个伙计一哄他 他一直万会醒不过来 对 专门找几个伙计 围着他 陪他喝酒打牌 总之一句话 把他唬蒙 这个你放心吧 孙二狗来了 你赶紧去 稳住他 别露出马脚 行 警长 咱们从后面走 来 这就对了 不错 你们都以为 俺孙某人没心肝啊 俺现在坐在 老当家的这个椅子上 浑身之貌冷汗 后背之貌蓝气啊 这责任太重了 这离地三尺有神明 人在坐 天在看 俺孙二狗 屈膝巴结的日本人 为了什么呀 都是为了大家 为了魏和星 所有的伙计们 能有个饭吃 是 对对对 是 咱四尺儿狗呢 不贪财 年关之前 一定分红 分现哪洋 人人都有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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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东家有消息了吗 大伙都在忙着呢 很快就有消息了 说是很快就有消息了 可一直没有消息 那个秦子雄 他又不让俺出去 真是急死人了都 急有什么用啊 我还着急呢 你就好好在这儿养着吧 早晚有用得上你的地方 秦弦 隔岸出趟门 哎 老板你接账 老板你接着 我发现了 但我们很快 我来帮忙 但我就会帮忙 回去吧 我去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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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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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到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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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村将军要送他去青岛去试问 那里有我们的审讯专家 可是我看他的状况可能快死了 军医也说无法治疗 你看看还有旧马 泰拳 您听说过中国人B7自杀吗 就是运用内功把自己的五脏六脖全都挡了 上海现在就用内功在自杀 必须就活 泰拳 想起来了 有一个人确实能救上海 只要一副药就能让上海还养 谁 姚半仙 就是那个进过我们审讯室的那个姚半仙 对 就是他 这个姚半仙确实有这本事 可是就怕他恨上海不肯来呀 他整天在街上骂上海 说要不是因为上海 他女儿和他女婿就不会死 他这个白发人就不会送黑发人 这事啊 看来还得泰君亲自出面 它是不准备的 什么呢 也没有那种 我靠备的 好久没见了 大白天的 俺这里怎么招了狗啊 俺孙某名字见 中间有个狗字 腰掌柜的 您叫的可真心 刘先生 我们是请您出山的 请俺出山 俺一个老不死的 他能有什么用程 让你救人哪 救人 废什么话呀 别不识台阳 这次走 走 黑历 是 匈医 医生 当时 谁也冲银子 日别鸭子是谁啊 姚万先 他就是姚水清的爹 外号神医 他就是姚水清的爹 这样好啊 这山海就有救了 坏了 他会报仇害董家的 好 为啥呀 阿玛东家杀死了她闺女 走 山海 你有今天 你还了姑娘 韩女婿 杨文仙 救活她 杨文仙 就顾着西呢 熟人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你还绑过我 要我去县城 都忘了 算家门 想起来了 你可别冒失 我现在是为黄金做事 知道你时不时地就来大烟馆 黄金派我在这儿候着你 他们两个不太会说中国话 一生气了 就会开箱杀人 听说你们海龙寨还跟黄军打过 死伤了不少伤员 你小山豹还亲自斗手抹过黄军的脖子 放心 这些黄军都不计较 放心 这些黄军都不计较 只要你听我的 给黄军办实事 给黄军办实事 你 你想干啥呀 你 你想干啥呀 你们是让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怎么样 还犹豫呢 小时候你做会玩过一个大石头 就那个滑滑的 然后你从上面就从这儿就滑下来了 俺小时候 俺爹海娘 俺那招七八岁 她那天天在寨子里边带着 坐那石头玩去 你带我去见程琪 你看见了 爹 你 你不怕他点天的 两国交战不断来时 我也得立上一股 要不然黄军会怪死我 只吃两肝 鱼 鱼世卒吗 鱼世卒吗 鱼世卒的事你自己说 那也行呢 小山豹 只要能说服程琪 要交出鱼世卒 投了黄军 那咱们就是一棵大树上乘凉了 以后这海龙寨 你也不用偷偷摸摸地来了 找个相好的 抱着搂着 想抽了 就来这抽 这算是人过的日子 眼前 我给你免了 走 我来说 我来说 你现在是给你养一声 我来说 你别给你养一声 我来说 我给你养一声 你是不是 你不许你 我给你养一声 我去帮你 我来说 你不许你 你不许你 我来说 老板晓儿 你是 俺是上海的朋友 上海的朋友 赶快 老杨说 您误会上海了 上海的朋友 上海是为了救俺 才连类女闺女的 你是谁 她是周大马的闺女 周杨 你是周大马的前进 上海 那个癞蛤蟆精 她还自称是雷三 那是她那样的雷三 俺女儿女婿 让她给害死了 她还从哪这儿拿着红药粉 事实上 哪有这种事 老杨说 上海的为人 你比俺们都清楚 他要真是那样的话 会自投罗网 让日本人抓住吗 你要真怪的话去怪俺吧 俺去抵命 俺能吗 俺能害你们吗 俺今天还给他服了药 救了他 要不然 他撑不到今天三更 真的呀 那谢谢你了 老杨说 你们找俺 咱有什么事吗 两件事 一 想知道上海是否还活着 现在我们知道了 第二 上海关在哪里 地牢 日本人啊救他就是要接着审他 可到最后啊 日本人是不会留着他打 地牢的哪间求是 你们这干什么 老板仙 俺们认为你是好人 你的女儿和女婿 被小鬼子给杀了 上海是抗日英雄 俺想 让你选 你也会选 跟俺们一起救上海 你们要救上海 那里可插翅难逃啊 你别管这些 你只要告诉俺 他在哪个求是关着 他们把我带下去 往前走到的头 里面 再没有别的屋子 杨叔 那日本人 会不会再让你去给他治病啊 要是您再去的话 俺想麻烦您给他带个话 你就给上海说 他妹子在外边等他呢 你让他一定要坚强 俺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 你成了他妹子了 给俺也带个话 说他有个姓秦的朋友 让他活着 是朋友总要见面的 你们是要掉脑袋的 这个上海 他究竟有什么好啊 好吧 俺转告他 俺救他的命 老天保佑 你们要救的这个人 不是畜生 日后得了志 不会再去祸害百姓 谢谢了 俺哥还活着 只要俺哥活着 咱们就有机会救他 对 俺们明天就开工 嗯 一 willen 一